中共第十九屆六中全會在11月8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本屆六中全會將奠定習近平歷史地位、中共常委安排將會成議題。 有分析稱,從去年6月起,習近平就已經著手啟動20大人士報告,而他為了進一步集中權力,很可能將7人常委制再度縮減。 11月8日上午,為期四天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拉開圍幕,360多名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昨日已經齊聚北京城,會議將通過中共歷史上第三個歷史決議,預料將大書特書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也就是肯定習近平這九年的執政成績。 案媒分析,此舉有助於,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鞏固權力,進一步提升其歷史地位。 一個被外界注意到的細節是,本屆六中全會召開的地點不在北京大會堂,而是坐落在西郊的京西賓館,海外大外宣多維網。 11月8日報導稱,中共黨代會中國兩會雖然在北京大會堂舉行,但外表低調, 分為神秘的京西賓館,才是真正作出幕後決策的地方。 多為止,位於北京海定區,楊芳店路一號的京西賓館,由解放軍總部直接控制,是中國唯一不對外營業的大型內部賓館。 在最瘋狂的文革時代,京西賓館,成為一大批老幹部躲避,衝擊的藏身之所。 文革後,作為黨政軍重要的會議舉辦地的京西賓館,成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的誕生地。 二十大系中共高層人士換屆大連,台灣聯合部11月8日報導, 中共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召開前席,已經有部分省級一把手換人,人士佈局浮上桌面。 有消息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為進一步集中權力,二十大政治局常委未必維持7人,常委安排將會成為議題。 台灣政治大學東亞所所長黃信賢教授指出,胡錦濤時代,政治局常委9人,曾被形容為九龍治水各管一方。 中共十八大後習近平掌權政治局常委改為7人,權勢更集中。 中共二十大政治局常委,人數是否會再縮減,將會成為觀察中共政局發展的指標。 黃信賢稱,考慮到人數越少越好控制,二十大政治局常委是否維持7人,或有變數。 雖然時間大概還有一年,但這會成為一個議題。 有關二十大人士佈局,黃信賢研究發現, 習近平到地方考察,過去習副地方一定帶兩個人。 中辦主任丁薛祥和法改委主任何立峰,副總理劉鶴也經常跟隨。 另一位軍委副主席,因為會考察地方部隊。 黃信賢指,去年6月前,基本上陳希都不會跟去。 但從去年6月到現在,習近平十多次的地方考察,陳希都跟隨。 可研判從當時就開始,安排黨代會的人選。 二十大人士佈局早已啟動。 在中共六中全會前,習當局掀起了一場席卷高科技、金融、網路通訊、房地產, 娛樂圈、補教業和電換產業等領域的監管風暴。 為何損起此時四面出擊? 在黃信賢看來,即老大定下方向, 接下來就是下面的人全力表現。 各系統要拿出成果,過去是看經濟成長和維穩。 現在就是共同賦予這個概念。 目前仍然是這個內部競爭過程中。 黃信賢認為,這些監管措施也可被視為一場官員晉升錶賽。 這就意味著,誰能鎖定習近平提出的共同賦予並全力表現, 誰就可以在二十大人士佈局中被選中。 近日中共中央軍委引發了關於加強對主要領導和黨委班子監督的意見。 軍方宣稱,這是聚焦對主要領導和黨委班子監督制定的首個專門文件, 顯示習近平利用中共在軍隊中的監督系統, 對軍方高層進行嚴格管控。 此前不久,《學習時報》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似乎解釋了 習近平此舉的深層原因要消除其心腹大患。 11月8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召開第一日, 中共軍方喉舌《解放軍部》刊登評論文章, 以強有力舉措,管好管嚴,關鍵少數。 對此發表看法,文章隨後被中共黨媒求視網轉換, 由此可以看出中共政府對這篇文章的重視程度。 軍部評論認為,對於軍隊中的所謂主要領導是關鍵少數。 中的關鍵,強調要抓得緊而又緊,管得嚴而又嚴, 要將對主要領導監督作為重中之重, 對主要領導要展開日常監督、巡視監督, 要求主要領導嚴格落實,請示報告。 術責術廉,還強調管好管嚴,關鍵少數, 必須強化常態化監督,主要領導還要自覺置身於監督之下, 幾位要充分發揮監督專責作用等等。 從中共軍方這些表述可以看出, 對於這些軍隊主要領導的監督是如此的嚴格而不留情面, 令人懷疑中共軍隊高層是否出現了什麼問題。 此前一天,人民日報在其頭版同樣發表評論員文章, 推動人民軍隊,實現整體性、革命性重掃, 顯示習近平要對軍隊採取大動作。 文章中的一段話內人尋味, 習近平發問,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 我們這支軍隊能不能始終堅持著黨的絕對領導? 能不能拉上去打勝仗? 各級指揮員能不能帶兵打仗?指揮打仗? 人民日報稱這是人民軍隊必須回答的時代購問。 這段話,其實內含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其實就是習近平最擔心的問題, 同時也是他對軍隊進行大整肅的根本原因。 在關鍵時刻,軍隊能否聽從習近平本人指揮?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對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監督的意見, 在6月1日公開發布,意見突出對關鍵少數特別是一把手的監督。 中共喉舌新華網,在其報導中披露, 一些所謂一把手官員長期手握要權, 習慣性地將自己凌駕於組織和集體之上, 變成一把手,甚至將分管工作、領域, 變成不受集體領導和監督的私人領域。 中共官方的這段話, 點明了對於所謂一把手進行嚴管的原因。 可以想像,對於習近平而言, 將分管工作、領域變成不受集體領導和監督的私人領域, 這樣的官員令他難以容忍。 中共軍方出台的這份所謂意見, 意味著軍中同樣存在著一定數量、手握要權, 而有美大不調的高官。 10月22日,中共中央黨校機關部《學習時報》 以解而在治安策中所稱, 亂之最大隱患在諸侯。 強調,軍藥神強的顛倒關係是漢室的心腹大患, 如不加緊治理,馬上就會天下大亂, 來暗喻中共當今政壇, 發出應該削弱諸侯維護所謂的 中央權力的至高權威的信號。 或者可以解釋, 習近平為何要對地方軍中的各路諸侯, 抓得緊而又緊,管得嚴而又嚴。 文章介紹《治安策》, 開篇就強烈表示, 神竊為事勢,可為痛哭者一, 可為留替者二, 可為長泰式者樂。 針對進言雞躍天下以安以折的輿論, 作者認為情況危機, 已經到了抱火燥即身之下而沉其上的地步。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人躺在柴堆之上, 而柴堆下方已經被火點燃, 本末喘逸,首尾行決,國際搶讓, 如不加緊治理,馬上就會天下大亂。 本末喘逸,首尾行決,國際搶讓,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本末導致,首尾分裂,國際分亂, 可為危機四伏。 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亂知最大隱患在諸侯, 用中共的話說, 就是最大隱患在所謂的主要領導, 關鍵小數。 文章列舉, 諸侯王佔有廣土眾民, 握有強兵重器, 盡修一地之財富。 諸侯王為代代世襲, 加臣子認其主, 不知朝廷, 形成了對諸侯王的人身依附。 中央對諸侯國的控制極其有限, 而諸侯王則積極在朝中, 安插親信,賄賂大臣, 窺視中央, 試探情報, 長此以往, 一旦諸侯王決定舉兵抗命, 很快就會出現動亂甚至大分裂, 因此文章稱解而主張, 修約諸侯, 一切權力歸於中央。 學習時報作為喉舌隨後, 開始為習近平進一步集權造勢。 這樣的理論是符合中國實際需要, 正由於有中央集權的至高權力, 才能保證各地方一方有難, 八方支援的號令, 無條件服從, 正有了中央至高權力的助陣, 各地才能在突如其來的災難中保存平安。 後來的歷史也無聲地證明了這一點, 強幹若之, 則安穩太平。 強之若幹, 則天下動盪。 事實證明美大不調必養苦成患。 旁之過盛則主之不生, 必須及早剪除。 通過中共引發的這兩份意見, 通過《學習時報》引用的這篇治安策, 可以看出中共政壇重重刻幕之下, 處處暗流洶湧, 震天馬屁聲鐘, 個個身懷鬼胎。 習近平嫌管, 削弱各路諸侯, 必然會促及其根本利益, 引發深層矛盾。 習近平向各路諸侯開刀, 後者是否會安心被削權? 雙方的內鬥結果如何? 讓我們拭目以待。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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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ora